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股学金融学会许光明老师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课堂,叫做宫廷避传道法高级班 宫廷避传道法,我们在股学金融学会开了初班和中班 这两个班就得到很多学生的欢迎,个个都说要学高班 宫廷避传道法的特点是,又有咒语,又有符,又有手势,又有脚法,又有步法,又有阵法等等内容 那我们的高班重点放在哪里,重点放在怎样使大家运气更加好 怎样帮大家改运,改命这方面里面 所以我们高班的教学内容,专门教各种阵法 这种阵法呢,有个好处在哪里呢?不用选择时间的 你有空就去做,有时间就去做,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选择地点的 只要你在家里做就行了 你去哪个家里做,哪个就旺 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燕效快,占地,占地方又不多,操作又简单 将阵法放在哪里,点着蠟燭,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这些阵法以前呢,在市面上,在江湖上是不存的 是没有人知道的,很多时候都是那些皇亲国戚 自己偷偷地在家里的房间那里做的 使得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好 因为以前的皇亲国戚,宫廷里的竞争很激烈 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那些人经常都在自己的房间做这些阵法 你们学过之后都去做的 因为不选择时间,不选择地方,又选择操作 OK,有哪些阵法? 第一个,四众五环,吹文枪,升阵 四众五环,焦贵人登陣 七星平安,燕寿登陣 燕寿就厉烈了 哪怕大行章子都有效果 九星焦财登陣 其满顶甲天蓬升,吹图花登陣 吹图花,无论是淨图花、天图花、懒图花 要你想吹哪种图花都可以 转云登陣 还有香港人最喜欢的就是玩水晶 其实水晶在古代都会用到的 水晶七星灯阵 将磁场发挥至极限 用不同类型的水晶组成不同类型的七星阵 可以振扎、剔斜、打散这些负能量 天衣狗归振发 这是最重要是为了健康去做的 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家 或者是刚刚生孩子的 想产后恢复的 总共有六堂货 教了六个振发 而基本上覆盖了生活工作当中的方方面面 再重复一次 这些振发 是比很多振发 用在身上也方便 因为他不用选择时间 不选择地方 操作去身上也方便 那许光明老师呢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都经常会用到宫廷、法术 帮我们做事 比如说我们的驱邪、修魂 这个驱邪、修魂的手法 这个是欧魂缺 记不记得? 很多同学学过我初班、中班 这个叫欧魂缺 我帮我们驱邪、修魂的时候都会用 你们看一看这个 我是怎样去做的 欧魂缺 把这些不好的东西 勾过来 盖住它 搞定 好 在身上帮其画父 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我日常很多工作 因为我是江西正一派的教员 我这个导使证 我们大陆叫导使证 有这个证书的人 不超过五百个人 我是其中一个 所以跟着是许光明老师 跟着这个高班 跟着这个古学金融学会学习 是可以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年年初的 做这个化太岁的科尔 你就知道许光明老师 是在寺庙道观里面的 一个师傅来的了 你看看 这个是我在自己的 作为主持 我是这个道观的主持 这个是教育专业的 光客户做化太岁 在这里光客户在生 在生 那结果一定能收到 不怕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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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花钱专业的人 你一定把事情做好 这个就是帮人做事的一个情景 发布帮人 送回一些扶宁寺小排家 所以你跟着 我们古学金融学会 跟着许光明老师学习 有没有信心 可以的 我跟其他师傅真的不一样 我的身份 我的学识 我的经验 一定可以把你们 教得非常之好的 我是 我教学不是当你们学生那样 我将你们教成一个师傅 去教学 所以我 我的学生都遍布 省港澳 大陆 很多地方都有 外国都有 我平时都是大徒弟 网上教学 线下教学 或者在道馆上班 或者出去帮人看风水 做法事 这些就是我 年轻的时候 现在的时候 好 OK 如果你们觉得 这个 道宫廷 避传道法高级班 OK的 报名学习 祝你们功力 法力大增 能救人 多谢 多谢